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无极天游记 主注先佛为继功活佛 第十五章 聆听教会解心魔 祭佛将 师曰 知上夜凋零 冷霜不满庭 寒松仍自立 尚待内雅清 圣事 出窍来吧 弟子参见恩师 免礼 祭佛竟自走出堂外 咦 您老不理人的自个儿要到哪去 圣化笔锦根在后 师徒俩便如此迈向天际 用走的逛逛 年终了 小小子有什么感想呢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只想把大道的书胜推广周知 也不知道有没有进步 进步当然是有的 尤其贵堂贤生门陆立宣扬 其实有目共睹 那弟子有没有进步呢 这个嘛 自从小小子断机至今十来年 就数最近还停滞不前 可是弟子每天用功心法 难道都没进步吗 你瞧吧 话都只听一半 老那可不是说小小子都没进步 而是最近似乎碰到瓶颈了 听您老说来 似乎知道正解锁在罗 当然啦 小小子只是还看不破 人嘛 要看破真的很难 尤其俗物这么多 所以老那今夜就带你去个好地方 让你知道修真的真谛 哦 感谢您老了 是去什么地方呢 宽心亭 此处乃位于无极天无极正道院最外部 与训会士避临而居 这地方是静坐还是诵经的所在呢 刚好都不是 而是以讲道为主 嘿嘿 咱们这本圣书到目前为止 好像就少了点讲大道理的部分 今夜可以全部罗列仙佛讲的道理吗 可以则要罗列 不然可要传真道半夜了 哦 总比没有的好 对了 上次弟子又疏忽 忘了问大仙盘桃园开花结果的时间 幸好姚池圣志终已有披露 是个三千年为期 今天补充一下 以免读者与信众抓不凿头绪 师徒二人已来到无极天无极正道院的训会士 咦 宝归书 咱们又见面了 果然山水有相逢 不是早跟你说要有礼貌的吗 没关系 小神以为这样还比较亲切 对呀 亲切点 梵文入节就省略了 咦 不是要到宽心亭 怎么来到训会士了呢 又来了 心不在焉 哈哈 两个地方都在隔壁啦 弟子没说错吧 算你拗得快 难道等一下是宝归书要讲道给弟子听吗 少臭美 小小子就在一旁沾沾听证道先佛的光吧 也好 不然只为弟子一人 压力会很大的 三人一起走过一片以青石为专的走廊 来到一处四周雕有民俗故事的墙壁 肺炎上还有麒麟享受 这亭子跟以往看到的大致相同 只是这亭子比较小 当然咯 因为此亭属于训会士 而训会士又属于无极天无极正道院 所以不用大手笔 哦 这么说来能来这里的也只有从凡间无极正道院正道的先佛罗 是的 这些来听讲的都是才刚销完宿业 所以总要再加紧宣讲 以免一时差错误入魔道了 怎么说呢 都成正先佛了 还会误入魔道呢 因为就怕彼等以为宵业修道极为容易 而疏忽了本法门的殊胜 原来如此 三人走入讲堂 宽心亭中的先佛闻训 立刻起立攻接罗汉 小神上有任务在身 先跟祭佛辞退了 哪的话 咱师徒听听就要回堂了 稍待一会就不互相辞别了 宝规书加油 加什么油呀 罗汉早已驾轻就数了 哪像小小子一看到大场面就腿软 别给弟子漏气 各位先佛们 无乃专职于训会士之宝规罗汉 今须增了几年到航 才站在这与各位宣讲 希望大家互相切磋 好啊 果然够谦逊 快乐是什么呢 以世间之人而言 快乐是与痛苦相对立的 因为经过一般折磨 才能体会快乐的真谛 但以先佛而言 快乐是什么呢 无神已抛却了情绪 所以只要真切认识道极自己 就是快乐 太深奥了 弟子有听没有懂 一直分心插嘴 怎么会懂呢 修真是求得解脱 在解脱前就须先消夜 而诸贤们历经了消夜阶段 有的可能以为 消夜修真甚为容易 其实并非如此 若非因上天收缘在即 且有书恩降临 诸贤可能还在苦海中浮沉 有理 所以修真以后 就是以将诸多磨难 力气转化为正向的能量 换句话说 魔佛虽不二利 但成真者时时亦受磨扰 因此应把磨扰 视为精进的力量 到了先佛的境界 还是有考验的吗 当然 为真至佛果之刚证实 便有诸多考验 许多若非经无极正道院教会的 就很容易出差错 接受磨难 将磨难视为喜悦 就不怕磨难或道考来临 嗯 这句话真是中肯 小小子把这句话牢牢记住 就可以突破目前的瓶颈了 好了 回堂去了 刹那间 师徒已回至堂内 咱们开春后再见咯 您老真爱开玩笑 下礼拜还有一次 您老可别临阵脱逃 要有始有终 下周有个年终大回馈 别卖关子了 不是要游览天医院吗 鸾期满了 好歹也要等这本圣书完成 反正都是老那带领 小小子就不用担心了 那就是要随机住书 一下往天医院跑 一下往无极天跑咯 静候佳音吧 头体去 是 弟子恭送恩师 祝福音乐 祈祷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南天直辖五庙名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南天直辖五庙名正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